歡迎收看 無意識的抖腳抖不停 抖腳抖不停 厲害啦 秀惠姐跟麥姬 太準了 太準了 為什麼太準 對啊 為什麼太準 男抖窮女抖賤 沒有啦 剛好就你們兩位 那我們有很限嗎 沒有… 我抖腳我不是 不是 你像我好好的時候 我不會去抖腳 會 你看 你就在抖有沒有 沒有 我是抖給你看 我不是這樣抖 我為什麼會抖腳你知道嗎 是因為我要睡覺的時候 我都會腳墊整體 然後我會看電視 然後電視我就會定時 然後我就會無意識的 我的腳就這樣 晃… 這樣晃很舒服 尤其你躺著這樣晃… 晃到你會覺得 精神整個都放鬆之後 你會綿綿的睡去這樣 你這個儀式感 因為就是說要睡的就開始有一點… 就是你 我有試過說不要晃 不要晃 你整個豬身會緊繃 OK 你有這樣慢慢…這樣晃… 它有一種放鬆的感覺 對…就是全身 包括器官都放鬆這樣 好酷喔 會有這樣子 真的啊… 麥基更怪 它是抖腳健身 我一開始其實是想說 抖腳的話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然後到後來是 我買了一個日本的貼片 就貼在肚子上面 然後就是會有那個電力嘛 你就會有腹肌 就一直收縮…這樣 然後慢慢的想說 這邊在收縮 那想說他也有賣那種貼腳的 然後腳也是收縮 它就是會變結實 會 然後想說既然這樣我就別貼 然後腳就會一起抖這樣子 就是 可是你不能在床上 你做人可不可以腳踏實 太狗潔到這嗎 對 你就好好的就跑跑步 去大升公跑跑步 想要身材好 可是又不想要跑步這樣子 所以又想說 對啊 你在古代才會講 男斗窮女斗健 對啊 現在不會了 那個挑夫才會抖腳 挑夫吃飯他是蹲著 對 蹲著吃 因為這樣子他舒服 你看 太累了 他站了一整天嘛這樣 不要唱歌 跳牙跳過山啊 跳牙跳過水啊 總當兩眼跳 牙總會到地頭 來 曾醫師 曾醫師 你說嘛 我還在好突然 你說… 還在進去 我們的討論就跟愛情一樣 忍著…就過了 好 沒有 我覺得秀慧姐會賣金的 都不算抖腳啊 就是有的人 就是你跟他上班 就會在那邊一直抖 就是他是 挑夫用鼻子呼吸 挑糞 他用嘴巴呼吸 他聽好突然 太臭啦… 好臭啊 我們兩個這樣 你這樣好像武大郎喔 腿超短的 對不起 沒事… 專業… 專業… 不要理我們 有問題的抖腳是 沒有辦法控制著抖 所以你有看到有人 情不自信 他沒有辦法控制抖腳 就是你說 你現在停一下 不要抖 他沒有辦法 那個其實是不凝腿症候群 就是我們英文叫做 Restless Leg Syndrome Restless 就是沒辦法 無法休息 沒辦法放鬆著腳的一個 症候群這樣子 然後他會合併說 你會一直覺得 腿上好像有蟲會很癢 或會痛的感覺 或是腿比較容易抽筋 那種就不是自己刻意的抖腳 那個就會需要去治療 一般的抖腳 其實有人說 其實真的是會促進健康 就像剛剛秀惠姐說的 其實你抖腳是可以 釋放壓力放縮 有的人久坐 其實你有時候抖一抖腳 會促進血液循環 比較不會容易靜脈曲張這樣 所以一般的抖腳是OK 只是說不要都只抖 不要無法控制 對 不要只抖同一邊 就你一直抖同一邊 可能會兩腳力量不平均 就跟三七步那個一樣 對 對 換一下 妳覺得我會一直被樂隊控制嗎 妳好難捉摸喔 對 取料 好笑喔 不然我們來看下一項好了 第九條 好 第九條 P總是忍不住放 不是在講我爸嗎 來…看一下喔 增加大傳來的風險 是說忍住不放 牙筒妳忍屁幹嘛呢 不是忍不住放 忍不住不放 因為我以前有一次就是跟姐妹 然後還有那時候有曖昧的男生 然後我們就去看電影 剛好那一部是鬼片 你知道鬼片就是很常會很安靜 安靜 然後突然嚇妳一下 然後就好死不死那一部鬼片 特別安靜 然後他就在安靜的時候 我突然就有那個異議 然後想說我要忍住 就想說等一下 有突然啊的時候 我就撐那時候頭髮 然後我就這樣一直忍… 然後他就一直安靜… 又是完全沒有聲音的一部電影 不是看到默片 我跟你講 P它就跟地震一樣 要適當的慢慢釋放…一點 妳累積它會有獎金喔 獎金嗎 獎金 獎金 異界的魷魚遊戲啊 我告訴你 不行啦 可是看鬼片要一直等 等到那個下點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等 然後我就真的忍不住 突然一個…就是抖了一下 一抖然後他就… 然後因為那電影院的人 就開始騷動 想說怎麼會 因為滿大聲的 然後就騷動說怎麼有聲音 然後就說真的是好姐妹… 他就說你放屁喔 那個戲院就已經很安靜了 大概這麼大聲 OK 麥吉比較詭異 他是升旗的時候 他就會想放屁 我是追溯到高中 我發現我高中的時候 不是都要升旗嗎 其實就是站四排 然後在老師在認真 在罵的時候 這時候大家都很安靜 然後那時候有放過一次批 大家就會看妳 然後明明就不會臭 大家就會閃很開這樣子 然後都做那種很誇張的動作 不是那個要預防啊 對 然後就超尷尬 所以導致那一次之後 就是我其實想放屁 我都會就是站三七步 然後把它夾緊 然後即便已經 就是說好來回各自搬緊 然後我就發現要不行 我還沒有吞回去 然後就一直站著 想說等到那個吞回去然後再… 你忍屁幹嘛呢 你以前的話 不知道手可以放著 然後扒開 就會這樣子放出來 這是什麼招 什麼意思 如果不是想放屁的話 你就用手把它扒開 誰會扒開 把其中一邊扒開 他氣就出來了 我才有受人腳踏實地 你以為會真實一點啊 誰會做這種事啊 可是高中沒有想到可以這樣 坐著的時候 你也可以坐著就出力 然後就這樣子 用側面的力氣 實力點在某一邊 老人家很愛這樣 對 然後扶著講到拉褲子 就可以把它排出來 所以以後看到你側邊 我們大家換好 他那個是壓車 熬車… 來 輪到你了 沒有 因為我們食物發酵之後 就是消化的廢棄物 就是我們的屁跟大便嘛 對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毒素 就是我們要丟掉的東西 廢棄物 它裡面是有一些什麼淡化物 硫化氫之類的東西 所以才會臭嘛 對 所以才會臭 如果會臭的屁 就是你的肉類蛋白質吃得比較多 所以會臭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很尷尬 不只是聲音 可能還包括味道這樣 對 其實我們每個人會有 每天會有幾百CC的屁 你會覺得說 其實我沒有放那麼多次 那它怎麼排出來 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你走路或是運動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在慢慢的釋放的 只是說有時候屁量比較多的時候 你才會需要想要放屁 像有時候 就不能憋啊 對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 譬如說你去按摩有時候 有沒有 你會感覺到說你好像 對 你會感覺到說 其實你是有屁在釋放的 可是你不是真的自己出力在放屁 有 在按摩 而且那按摩女生長得很漂亮 她一邊按…按肚子 你已經有點睡著嘛 被自己的屁下去 這樣砰 砰什麼 砰 砰是怎樣啦 砰 你是從座位上飛起來 砰而已 所以你看像我們 就是我們要評斷說一個人開刀 他可不可以進食 對 他要先排氣 對 開刀之後 表示你腸子已經開始蠕動了 如果說你今天都沒有放屁的話 其實代表你可能就是已經有問題 譬如說你腸子有長東西 腸阻塞 如果長期忍屁的話 其實是會肚子痛 或者是你會胸門 之前還有一個人說什麼 你忍住長期屁不放 會從嘴巴出來 這個… 這個太誇張了 這個不會啦 因為我們還是單行到就是 就是直腸子嘛 就是嘴巴進那個屁股出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長期沒有放屁 還是對身體不太好 如果說你一直都沒有屁放 真的要去檢查一下 可能是身體有其他問題 老人家都會說有屁快放 對啊 所以在小學不在那裡 屁來附中氣有沒有 跑出來遊戲 聞者莫生氣 未聞者莫嘆氣 有沒有 可愛 順口溜 小朋友的那個順口溜 對啦 沒關係嘛 順順上上 有一種惡劣放屁 還抓屁給人家聞那一種 對 不行 不可以 對啊 隔壁也好對不對 對啊 今天是不是對身體了解更多了 對 不要填嘴唇 然後用鼻子呼吸 不要抖腳 不要… 對…不要脫腮 一切都要中庸之道 沒錯…找到平衡就好 好 大家健健康康 100歲好不好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了 訂閱之後這顆按鈕 就會立刻像現在這樣 出現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 趕快去